除了以上这些注意事项以外呢 我们还有以下几个最重要的核心注意事项 大家注意看 这个内联座的下面很多都有走线是吧 这些走线很容易断的 在用到铁拆这个内联座的时候 这些走线很容易断 断了以后就变成什么样的呢 我专门给你们做了个案例啊 断了以后呢就变成这样了 看到没就变成这种情况来了 走线全断了了 像这种案例很常见啊 这是我专门给你们做的一个案例给你们看的啊 这样断了以后呢就只能飞线了 很麻烦对不对 那么如何避免断线呢 我告诉你们啊 你要是想避免断线的话 在用烙铁拆的时候 无论你使用刀口那里头 还是使用弯头那里头 在用烙铁头拆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多加焊油啊 一定要注意多加焊油 同时呢 一定要使用旋风风枪 温度开到200度左右 来配合一下 记住啊 我再重复一遍 如果你不想这个内联座下面的走线断掉的话呢 一定要在烙铁烫的时候 把烙铁的温度开到最高 然后呢多加焊油 使用旋风风枪200度左右来配合一下 这样的话呢 是绝对不会掉点的啊 绝对不会掉点 也不会把下面的走线弄断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啊 所以说方法很重要 再见 好